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争取本应该就属于自己的合法的人权 中国共产党已经奴役了中国人民70年 我们不是没有反抗过 但是每一次的反抗换来的都是更多的镇压 更大规模的屠杀 之前小五在看人类简史的时候 说人类进入了农业社会要吃肉 那么猪羊还有牛这些牲口呢就需要圈养起来 那么圈养了以后要增大他们的产量 尽快的让他们繁殖 用了非常多烦人的方式 其中就讲呀 很多牛啊或者是猪生下来以后呢 就立刻的和妈妈隔离开 这样的话妈妈就可以呢 在更短的时间里面断奶 再去繁衍下一代 再去交配 再去生产 而小的动物生下来以后 就会被蒙上眼睛 甚至是挖掉他们的眼睛 不让他们看见就可以消灭他们的反抗意识 让他们恐惧 然后呢会把他们呢 关在一个非常小的隔间里面 从出生到他被屠宰他就一直在那个一平方不到的很小的隔间当中 动物每天做的事情除了吃就是睡 一直到他死亡 被宰杀 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 马上就要2020年了 中国共产党还像残忍的原始人一样 来对待他自己的人民 把人民当成猪 当成羊 当成牛 挤在人民的身上 榨干人民的鲜血 最后还要质押 屠杀他的人民 香港这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 早已从最早的民众和平的上街示威游行 发展到现在的黑警胡乱开枪射杀平民的 已经类似战争的状态 现在的这些在香港的PLA解放军特警 他们全身武装 小五本人呢不是军事方面的专业出身 但是大家就看一看现在在大街上执勤的这些香港警察 他们哪一个像是普通的警察出身 他们的眼神中透露的都是杀器 是只有内地的这个特警 他才能够有的那种军人的杀器 现在这些人已经把手无寸点的民众 当成了自己要消灭的敌人了 任何一个政权 把自己的人民当做自己的敌人 他离灭亡不原意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发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恐怖抓捕行为 黑警并不只是想抓大学生 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拿下香港国际互联网交换中心 英文叫香港internet exchange HKIX 是由香港中文大学的资讯科技服务处来负责的 有99%香港近年的互联网信息交换 是在这里直接交换传输 而无需绕进海外 那么现在如果黑警一旦拿下这个交换中心 就意味着香港人要发简讯 要发推特 要发带有香港抗争信息的一些敏感信息 可能就会被中共的这个墙给隔绝掉 它可能不是仅仅是在物理上面给香港断网 更重要的是平地信息 然后进行各种的其他的监控 现在的形势每一天都在不断升级 香港的形势已经告急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场革命一场起义了 更是一场持久战 如果是打持久战 一定要保存实力 香港人请处处小心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二战时期 日军占领香港 1941年的12月25日开始 日本军队彻底占领了香港 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三年零八个月 日军蹂躏香港 滥杀无辜 还禁止使用英文 强迫使用日文等等 香港人在安全民生和经济的方面 都被受日军的摧残 当时由于日军的残暴 到了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 香港的人口 已经由他1941年的160余万 跌到了只有60万 那一次香港重获新生 是因为1945年的8月 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爆炸 9天之后8月15日 日本投降 二战结束 香港才最终得以解放 现在的香港 就是被共匪占领了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宝都压在美国出手去跟共匪正面作战 美国该有的证据 现在已经都有了 香港人要自己保护自己 正当防卫 而且我们也要清楚 最后只有中国共产党倒台 香港才能再一次重获新生 在这一次香港抗议活动中 黑警的行动有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 从第一次6月9日103万人上街抗议开始 香港人坚持美洲和平游行 7月21日在元朗 动用了黑社会打人 这是警察和黑社会合作 8月31日 太子战 速龙小队已经开始在香港杀人 到10月1日 警察实弹开第一枪 11月11日 警察连开三枪 黑警行动的暴力不断升级 意味着中共在背后施加了越来越多的压力 所谓的镇压香港 或者说所谓的平港之乱 对中共来说 也是迫在眉睫 必须要干的事情 与此同时 我关注到 现在已经有匿名的香港警察 站出来 接受外媒的采访 给出一些内幕 从中也可以看出 基层一线的警察 主要是那些执行日常任务的那些警察 还是没有被明面良知的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香港警察能够站出来 小五小们 黑警们 你们觉得什么时候 这场战争才算结束呢 你们的主子给你们的任务的目的是 香港有750万左右的人口 杀死 抓走 所有不愿意跪下 坚持反抗的香港人 让所有活着的香港人都闭嘴 都统一口径 承认这场抗议运动 从头到尾都是暴徒 让所有人待在家里 不敢乱说乱动 和国内统治 奴役 老百姓是一样的 你们算一下 上街游行的民众 大概在200万人 是至少的 你们这些黑警要完成任务 得需要抓和杀多少人 自己算一下 这个任务的目的 你们觉得能完成吗 现在中共派给你们的具体任务是 比方说每天抓1000人 一定有具体的数字指标 我从网上看到的曝光的黑警 给抓捕年轻人编号 再到随意上街抓人 可以看出 他们是有侧重的 要完成上头派的抓捕任务 抓捕指标 抓200万人要多少天 2000天 6年 你们觉得现在这场战争 要打多久 黑警们 你们再想一下 我们刚才说的 共产党让你们去打 香港人的这场战争 你们能获胜吗 如果你们获胜 也就是说 香港恢复了所谓的平静 因为所有活着的人都闭嘴了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所有反抗的人都被你们杀死了 而你们自己执行的 现在是秘密任务 你们每一天都全副武装 戴着口罩 等任务结束 你们也将成为秘密 灭口是肯定的事情 你们现在执行任务 这些蒙着脸的黑警们 不要以为这是在保护你们干坏事 不被别人看见 其实只有拆下面具 最终才能保你一命 因为在法治的社会 是不会随意判死刑的 但是共产党的世界 杀人是最容易的事情 蒙着脸的你 将永远成为一个秘密 如果你们无法获胜 就是一场可能要坚持几年的持久战 你们能撑多久 可能很多警察拿了中共的钱 拿了中共的承诺 不害怕因果循环 不害怕天道报应 已经杀红了眼 已经泯灭了良知 但是你们想一下 死去的冤魂会放过你们吗 陈彦琳母亲的遗体被发现时 双目真名不愿意合眼 因为她死于非命 死的冤枉 你觉得这些被你们杀死的冤魂 会放过你们吗 冤死的灵魂不会离开这个世界 阴魂不散 他们的灵魂会在每一个夜晚 等在你的床头 今天 是小五加入爆料革命 来录制自己的节目以来 心情最沉重的一天 甚至可以说今天的节目 有点语无伦次 词不达意 但是 即便是夜空中 最微弱的一颗星星 也在用尽他的权力 照亮整片黑夜 让我们一起为香港人祈祷 谢谢大家 明天见